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有一句话叫心佛则飘 心静则定 心定生道 一个人心控制不住自己的人 心就叫佛的 所以你去看一个男的好色的眼睛 行为动作都是佛的 所以人家为什么说这个人很轻佛 眼睛都看得出你佛不佛 眼睛乱看女孩子 眼睛乱看男孩子 这种人就叫心佛 你这个心是飘的 你这个意念是不稳定的 心静 如果你的心很干净 你这个人定得下来 不会经常变化了 如果你的心定下来的人 你就生出佛性 佛道 你就进入佛道 所以啊 师父跟你们说 可以随缘 不可攀缘 今天这件事情 有机会了 你可以随缘 这件事情没有了 我一定要去做 攀缘 所以菩提心 以决心为主 先要觉悟自己的心 先求自觉 自觉就是自己要觉悟 你先要自己觉悟了 而后觉他 你这个人自己都不觉悟 你这个老师连自己都不知道 佛法 你怎么能教导你的弟子 能够学佛呢 所以佛心就是众生心 因为佛理解众生 因为众生就是未来的佛 一个人怎么样能够成为佛心 最重要的就是人 因为有两个心 一个心是成心 还有一个心叫飞心 所以叫成心飞心 两种心 所以为什么师父经常跟你们说 做人要有成心诚意 对别人好 你以为人家不知道啊 你好人坏人 人家不知道啊 你装了半天 人家不知道你成心的 你装了半天 人家不知道你飞心啊 就没有用心帮人家做事情 就叫飞心 你们现在那么多弟子 学佛当中 谁在成心成义 谁在不是成心成义 在学佛 两种心 那么这两种心怎么来的呢 所以师父叫你们一心一意啊 这两种心怎么来的 他告诉你们 绝迷之间 绝悟的人用成心修心 不绝悟的人 迷惑的人用的是飞心 所以迷惑的人 是听骗不听劝 迷惑的人 迷惑的人是信假不信真 你去看很多你们年轻的时候 在感情上一定有问题 爸爸妈妈再三过去谈恋爱的时候 不要去嫁给他呀 不要去嫁给他呀 爸爸妈妈有点惊艳 女儿一定听骗不听劝 就是人家骗他了 怎么样啊 我以后永远会对你好啊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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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怎么样 爸爸妈妈去劝他 他都不要 我非要嫁给他 人家告诉你了 哎呀这个东西好啊 人家说不行的 这东西不是真货啊 我就买了 信假不信真 你心里想什么 你的念头就会出现什么 这个在婆法界叫自心所念 必有所限 你自己心里想什么 你的念头就出现什么 你出现的念头当中 你的心出现了 我要帮助别人 你的念头就是善良 如果你说我嫉妒他 那么你的念头就出现 记恨 叫自心所念 必有所限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两三句话 我就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了 因为你们思维 你们的念头里面想什么 你们嘴巴里才会说什么的呀 你从别人的口中 你怎么不知道 你的念头在想什么 他在想什么 你会不知道的 一个人想骗你了 无数次的打电话 找你 跟你说 然后说到你同意了 那么你就上当了 就是你要看到他的心 所以我们学博的人要有智慧 去除障碍 实际上去除障碍 有个时空问题 时间和空间的问题 今天这个障碍 你在这个环境当中 在这个时间当中 在这个空间 就是在这个地方 你可能可以解决 今天这个时间不对 你说 正好别人在发脾气 正好人家在倒霉的时候 你说来 我们坐下来 好好谈谈 今天把这个事情解决掉 你说能解决吗 时空不对 你障碍 还是在 所以真正要想去除障碍 万法归心 用你的心去去除障碍 你才能找寻到 你净虚空变法界的本性 每一个人都有净虚空变法界的本性 也就是说 每一个人都有宽阔的胸怀 也有小度机长的时候 当一个人开心的时候 你说说看 他是不是净虚空啊 他什么都无所谓了 一开心哈哈一笑 你帮我去把这个东西拿过来好了 好好好 没关系没关系 他抱在我身上了 他开心了 他心里虚空啊 他对你不虚空的时候 他对你有意见的时候 他对你有这种芥蒂 嫉妒你的时候 他能净虚空吗 他能变法界吗 我们今天信仰佛法 你信仰的到底是正法 还是偏法 首先 你今天信佛 你要有圆满的正法 什么叫圆满的正法 就是佛法的道理 让你听了之后 不偏 不倚 就叫正法 菩萨讲出来的话 比方说 众善奉行 诸恶莫作 这句话对吗 这句话有偏吗 这句话有给你其他的想法吗 都没有 那么这就是正法 因为佛法的道理 它是放诸 四海皆准的 所以 任何好的佛法 不是说 今天师父跟你们讲的佛法 用在某一个人身上 很好 换用在别人的身上 就不合适了 就不对了 用在这件事情上 很好 用在那一件事情上 就用错了 不恰当了 那么这个 就不是正法 大家听懂了吗 正法就是 众生平等法 就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比方说 我叫你们每个人都做 善事 是不是平等性啊 一看见你 你多做点善事 一看这个人 哎呦心疼了 你可以少做一点 你这个出来就不是正法 看见这个人 你可以慈悲一点 全部都是要恰当的 所以佛法里边 因为要懂得佛法是超越时空的法 不受任何限制 因为它是圆满的 所以我们要选择 佛法 要懂得真正的正法 圆融之法 就是正法的一种 所以佛法让我们最后学会圆融 而不是去跟别人争 去跟别人斗 所以去跟别人争和斗的人 你就不是佛法 春秋时代有个前楼之期的名言 他这句话叫什么 宁可正而不足 宁可正而不足 不可邪而有余 宁可正 我全愿做了正 我对得起别人 我少得到一点 没有关系 不可以斜了 你不可以动小脑筋 走小路 动歪脑筋 而赚到有余钱 去得到更多的 所以你们现在很多人做错事情 就是动了小脑筋 斜了 哎呀 得到一点钱啊 名啊 利啊 这种人就是不挣 早点晚点出事的 大家听懂了吗 师父呢 最后呢 想跟大家呢 讲一点点 有一句话叫 心无乱 心不乱的话 基菩提 所以这个人心不乱 你就是菩提 智慧拥有了 静中常智 安静当中有智慧啊 这个人不讲话的人 你别小看他 只要他不是哑巴 他一定有智慧 你以为他不讲话 他就没智慧啊 他哑巴都有智慧 心念无乱 烦恼远离 心念无乱 你心里边的念头 不乱的话 烦恼就远离你了 这就是菩提觉悟 菩提觉悟 觉悟菩提 就是一种缘分 一个能觉悟的人 他就拥有菩提的智慧 一个有菩提智慧的人 他就能觉悟 那么就是一种佛缘 就是一种缘分 所以碰到缘分 要随顺 要随缘 有的时候呢 等待 转换 等待缘分 转换缘分 都是一种缘分 所以有的时候 这件事情没有到了 你急也急不来了 你只能慢慢的了 等到缘分到了 你要尽量 使恶缘 转换成 善缘 师父今天最后 就是给你们讲个缘子 缘分 缘分可以让你烦恼 善缘 恶缘 恶缘来的时候 要好好地忏悔 知道上辈子 没有做很多好事 善缘来的时候 也要当心 因为善缘过分 会妨碍修心的 听懂吗 善缘过分 恶缘呢 太多了呢 就会你产生烦恼 生气 增加野障 所以我们人要用平等心 来对待缘分 你一个人 对缘分的要求太多 如果达不到 你就会伤害自己 以人之情 感己之心啊 人家对你好 要感动自己的心啊 所以人家对你好 你要感动啊 你知道 你要是以人之情 感己之心 你这个人就叫随缘啊 所以对人家要好啊 所以人想不通 万事皆痛啊 想不通 什么都是痛的 现代人的心病 就是造成对人 身体的伤害的 最根本的病因 所以人的身体不好 实际上心不好 心痛啊 难受啊 就是你最根本的呀 心病呀 一定要想通呀 对不对啊 所以很多事情 年轻的时候 我们想不明白 虚度了时光 年老的时候 我们才想明白 那个时候 生命已到了尽头 人生 是一次 无法重复的选择 过了就没了 很多年纪大的人 活到今天了 你们还想重来一次吗 没了 无法重复的选择啊 人生就是无法 重复的选择 只有测误人生 知道在这个世界上 不要再去争名争利了 没有意思的 懂得佛法 人生无常 你才能知道 佛法难闻 你才会修行修行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